谈话间 他们已经抵达城门之前 方尘望去 所谓的鼎玉圣景 并盘展现修他面前 外面尽为荒土 寸草不生 若说特殊 唯有天挂悬光 落日更近 感受不到一丝炎热 这就是鼎玉 说实话 眼前场景并盘达到他的预期 看来自己对鼎玉的期盼太高了 他们并盘修城关多做逗留 直接离开 而就修他们离开并没有多久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 正是提前离开抵达鼎玉的宁仙河 他遥望四周 最终锁定方尘离去的方向 缓缓开口 梦境的气息 果然 动用玉神梦后 会留下残存的气息 如果再晚个半个时辰 我还真不抓不到 他放弃云莹湖等人 便是知道 这些家伙中了玉神梦后 只怕是不会有为下场 果然很快 城关当中的消息就传出来了 屠路15万人 只能说云莹湖等人纯死 不足以为谋 现修确定方尘大致方向 尽管路上还有诸多修士 可只要他穿过人族阵营 那想要找到 就轻而易举了 这一次 我看你往哪里逃 他目光冰冷 踏入虚空 向着方尘离去的方向 缓缓去并不着急 他要的试吻 也不想打草惊蛇 而就修他离开 仅仅过去一炷香的时间 树道身影从城内冲出 其他刚刚上来的修士 看到这几道身影 下得加快速度奔逃 深怕被盯上 这几位他们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正是麻衣 上吏等大能 只是一开始的十位大能 到现修仅剩下七位了 出来之后 七人望向各处 却是拔剑四顾心茫然 不知该往哪个方向 麻道友 能否用你的傀儡再定位 上吏问麻衣 如傲也只能靠他的稻草人 再定位方尘 麻衣苦笑 我的神兵已经受损 那方尘也必定会有所防范 无法动用 那该怎么办 人族战营足有上百 前往顶狱的道路更是不畏 难道要我们一个个找 战营当中 可是有那些老东西坐镇 他们可不会卖我们面子 杀手道 上吏思索片刻 道 不急 就算是来到顶狱又如何 想要穿过一族联盟 可没有那般简单 那小子实力不凡 必定会闹出些事情来 我等动用人脉打探情报 必定能够很快找到他所去方向 然后再有四人先去庆景 不管他从哪里出去 必定要先到庆景 就算抓不到 我等只要能够一直跟修 那小子身后 就一定有抓住他的一天 众人闻言 皆是默默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方尘这一路上过客 稀稀苏苏 忧愁 欢喜 向王者皆有 是他们大多都往一个方向而去 那里正是战场人族战营方向 方尘他们自然也是去战营 只是方向大致有些偏差而已 按照孤方郡的解释 人族阵营遍布极广 想要离开战场区域 那就得穿过人族战营 当然 修战场上的士兵 与看守缓冲区城关的士兵 不太一样 只要不是奸细 基本都不会有任何刁难 最多就是给几瓶疗伤丹药 或者零食 当然 丹药更伪 毕竟战场上是最容易受伤的 路上 丁方郡继续踹 诸位莫要担心 我们前往的是允字形大小军营 此处战营千户和我等已经打过数次交串 只要给些疗伤丹药 就可暂时留下 到时再打听一族走赋 便可寻找最为适合的踹路 抵达大庆族 这大庆族与人族并不敌视 尽管也是附近种族 却并未被卷入其中 当然 这也是因为对方足够强大 对于人族争顶并不在意 也因为顶欲喝整 不像下欲般一块一块 所以相较于下欲 顶欲各族更为开放 其他种族皆可随意出入 更不会因为 你来自哪一族 对你有太多的排斥 当然 各族之间的歧视 还是会有的 这是永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路匆匆 穿行不知几千里路上皆是荒芜 偶尔各处的痕迹 与染红的地面告知他们战争残酷 不知人族为了打到此地 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 而越靠近陨字形大小军营 四周也开始出现士兵巡逻 遇到时 他们会检查来者身份 不过只要确定是人族无疑 就会直接放行 并未刁难 方尘也能从这些士兵身上 感受到肃杀之气 比缓冲区的士兵还要强烈 很快 他们抵达陨字形大小军营 说是军营 但看起来 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城池堡垒 阵法满天 不断有人在四周迅速 一副随时都要大战的架势 根据丁方军介绍 允字形大小军营 只是小型军营 那要是大型的 岂不是要比城池还要高大 站住 当方尘几人来到营门前 立刻被看守的士兵挡住 丁方军立刻上前 偷偷递出一个储物界 并说 踹 几位军爷 我等和顾千户有些交情 此次前来带了些味酒和丹药 犒劳诸军 士兵微微感应储物界 这才露出满意笑容 嗯 顾千户在二号去中 别乱跑 不然被砍了脑袋 可别怪我等没提醒 多谢军爷 丁方军微微拱手 招呼着方尘等人入营 营中皆是各种建筑 相较于外面 营内反而显得更加松懈 随处可见 修士兵在各处闲聊 或者是吃喝 不像人竟修士那般 断腮骨 断七情韬鱼 反而像是凡人 该吃吃该喝喝 毫无顾忌 孟瑶踹 入营那就说明 性命随时会殒命 既然随时都会牺牲 那又何必守纳苦修之路 不如随心所欲些 及时行乐 方尘默默点头 这境内境外 还真是天地之差 有丁方军带路 几人轻车熟路 找到士兵口中二号区 并来到一处十殿当中 还未进入 其中欢声笑语便已传来 殿内此刻正在歌在舞 千户顾红正落座主位 揽着一位家人 欣赏着美人歌舞 此人修为在林海静一重 容貌粗犷 胡子如同炸毛般 身材壮硕 见丁方军等人到来 也并不意外 喊踹 主位来了 落座落座 这可是人静淡来的乐团 你们赶上是你们的运气 丁方军自然不会拒绝 这是我等的荣幸 随即几人落座 欣赏着美人歌舞 待结束之后 顾红意犹未尽地让人退下 这才转头 望复丁方军等人 最终目光落在方尘二人身上 他上下打量 见二人穿着华柜 便问 这二位未曾见过 是淡人 丁方军答 对 这二位来自云家 乃云家直系一脉 听到是云家子弟 顾红立刻坐直身子 原来是来自云家的子弟 便静便静 孟瑶含笑道 顾千户客气 我姐弟恶人刚上鼎 还需要千户照顾一恶 顾红含笑道 这是自然 想必二位也是要穿过战场区域 入庆境吧 庆境是对大庆族领地的称呼 而他也是通往鼎域各处中枢 自然 孟瑶点头 顾红文言含笑道 这个容易 三年之后从北列山峡穿过 便能够安全抵达庆境 三年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一正 丁方军不解问 为何要半年 顾红叹道 诸位有所不知 一族联盟军最近又有动静 开始封锁各处要道 并将人族军队 再度赶了回来 这不 仁皇都为此亲自出手 这才勉强抵挡住攻势 但就算如此 最近局势确实其乱 特别是前往庆境路途 更是凶险 那里击破都被一族联盟占据 哪怕是领海进修士 也其难穿梭而过 最快三年 最慢也要十年 等再打回来 才能安全些过寒 否则以诸位的实力过寒 死死无生 方尘眉头紧锁 三年太长了 而且一直逗留在战区 指不定某天就会被云家给抓住 数次吃亏 但他可不觉得 偌大王侯煞家是傻子 不行 未等他开口 孟瑶率先说话了 他道 三年时间太久 何况这还是最顺情况下 说最慢十年 也不过是千户大人猜测 最终到底是什么时候 只怕千户大人也不敢保证 这确实 顾红并未否认 但现在过寒确实是危险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丁方君问 他们也不愿意停留这般久 毕竟战场太过凶险 哪怕看似堡垒般的战营 同样如此 顾红沉默片刻 道 不过 道也不是没有办法 丁方君等人眼前一亮 不知是什么办法 他问 顾红并未立刻回答 而是喝了一口酒后 犹犹豫豫道 是这样的 将军给我一个命令 通往庆静一处位置 由一族联盟正在布置着某祭坛 令我派遣赶之力强 经验丰富的小队 前往破坏 丁道有也是知晓 我手下上阵杀敌可以 秘密潜入 还真是难为他们了 我倒是想要亲自喊 但那一族联盟也不知道弄了个什么 只要是林海静大能靠近 就会提前知晓 可让我苦恼得起 要是几位肯接下这任务 并且答应破坏祭坛 我便能够给通行令 到时诸位破坏祭坛之后 便可直接前往庆静 丁方君等人眉头一皱 方承和孟瑶互望一眼 并未说话 顾红见此 立刻补充 当然 这军功还是诸位的 这点我可以保证 若是不愿的话 我也不勉强 不过短时间内 前往庆静我也是 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让诸位等个几年了 丁方君等人沉默不言 等个数年是绝无可能 可齐俊显对方 此次就要拿他们荡枪使 但不依靠对方强行闯入 那与找死并没有任何区别 顾红也并不着急 缓缓道 丁道友 将此任务新给你们 是看在我等往日心情 你们 畏畏考虑一下 想未再来 找我也不迟 不过 要是有其他人接了这任务 诸位 只能自己想其他办法 前往庆静了 说完他便直接起身 丁方君一警 立刻和其他几人商议两句 在顾红准备从侧门离寒时喊道 我们接 顾红并不意外 寒笑转过身踹 明智选择 那这两位云家小友吗 也去吗 方尘望向孟瑶 孟瑶寒笑点头 为人族崛起而修炼 既然此事有关人族安危 自然是要尽一份力 哈哈 顾红哈哈大笑 不愧是大家族出来的强驼 他手中灵光转动 七枚令牌和一枚预检 出现在方尘等人面前 三天之后来找我 他缓缓说踹 随即离去 丁方骏接过预检神识探入 里面正是他们此次任务的一切资料 看完之后 他将预检给其他人看 最后才落到方尘和孟瑶的手中 方尘探查完后 神色微微有些浓重 这任务可不简单 尽管祭坛位置不是在敌军阵营内部 可一旦被发现 也是大有可能会被围杀 让他疑惑的是 孟瑶不应该接这般任务才是 以恶人的实力和顿速 除非是林海静后期 大能亲自追杀 否则是绝无可能抓住他们的 只要谨慎些 穿过一族联盟占据区域 并非难事 不过现在 也不是问这些的时候 丁方骏见恶人看完便踹 两位踹友 没有意义吧 孟瑶摇头 没有问题 丁方骏点头 好 那我们做些准备 三日之后出发 尽管任务凶险 这也好过我等困在这里 或驼漫无目的穿过敌战区域 到时尽力而行 实在不行再退也不迟 对此任务 这五人似乎还是很有自信 方骏和孟瑶自然没有意义 随后几人出殿 便有士兵带他们前去他处落脚休息 房内 方骏问孟瑶 为何要答应 你就不怕里面有诈 孟瑶含笑踹 为何不答应 就算有诈又如何 难踹真能杀了我们两人不成 既然有人指路走便是 我们恶人又不着急去 也趁这机会让你好好熟悉一下 顶玉的残酷 方骏问孟瑶也觉得自己有些许着急了 而且那里可是凶险万赫 以你我现在实力去了 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再去之前还得找帮手吗 想到这他就苦恼起来 可是顶玉之上 想要找到可靠又信得过的帮手 还真有点难呢 听到这话 方骏倒是想到一人 不 应该是一兽 我倒是有个不错的人选 他踹 哦 孟瑶望向他 实力如何 哪族人 方晨答 他现在实力应该有领海进后期 至于种族的话 我还真不知 不过身上没有问题 绝对可靠 他所说之寿 自然就是凯颜天尊 上传对方求救自己 奈何实力不够 又有事情 只能一直耽搁 不过凯颜说过 十年之内皆可 他也就不着急 现在孟瑶说需要帮手 自然是凯颜天尊最为可靠 就算是凯颜天尊最为可靠的 你只能向他智山 不过身上传过